原本要举办母亲节亲子活动的花莲市立幼儿园 因为疫情严峻改变方式 让妈妈和小宝贝们也可以有难忘的母亲节 那就是用手机视讯 让小宝贝对妈妈说出感谢的话 而接到小宝贝打来的电话 妈妈都很惊喜 也说回家一定要好好的抱一下 更有小朋友和妈妈都忍不住哭了出来 亲子浓密的感情自然流露 原本要举办母亲节亲子活动的花莲市立幼儿园 因为疫情严峻改变方式 用手机视讯 让小朋友对妈妈说出感谢的话 今年母亲节因为因疫情的变化 所以我们本来要邀请家长一起到学校里面同乐 但是疫情的变化 我们就赶快跟小朋友一起讨论 我们要送什么给妈妈 然后小朋友决定要打电话 视讯妈妈跟妈妈说一下小秘密心理的感谢 然后在学校的部分 老师也准备了孩子的照片 然后跟孩子平常在学习区首唱的作品 然后把它做成礼物 准备要让母亲有一个神秘的小礼物 那希望这个母亲节可以带给所有的妈妈 献上最深的祝福 也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接到小宝贝打来的电话 妈妈们都很惊喜 也说回家要好好的抱一下 更有小朋友和妈妈都忍不住哭了出来 亲子浓密的情感自然流露 哈喽 欣宇妈妈妈 是啊 欣宇有话要跟你说哦 好哦 好大声跟妈妈说 妈妈辛苦了 好 然后呢 每天带我上学去 辛辛苦苦的煮好吃的饭让我吃 母亲节快乐 好谢谢你 我妈妈说爱你哦 爱你哦 好我也爱你 妈妈谢谢你每天都照顾 照顾到我那么大 然后呢 因为你很棒啊 谢谢你辛苦了 你是妈妈的宝贝啊 妈妈很爱你知道吗 我也爱你 嘿嘿嘿 爱你爱你我们回来再抱一个好不好 好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妈妈母亲节快乐 谢谢你 妈妈母亲节快乐 谢谢你 还有什么话跟我妈说吗 妈妈每天是不是在你 妈妈爱你 哦爱你 对 爱你啊 她好紧张 哈哈哈哈 有 哈哈 她好紧张 好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谢谢 可姐 你要乖啊 知道吗 知道 祝你五千节快乐 谢谢你煮好喝的味噌汤给我喝 谢谢你教我做功课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妈妈有没有什么要跟郑亦诚讲 郑亦诚要快哦 我说要带好妈妈 说妈妈再见 妈妈再见 疫情之下不能扩大举办大型活动 但是透过巧思安排 让小朋友和妈妈们 也都可以有一个难忘幸福的母亲节体验 这里会幻视报导